老杨到处说 2016年的6月28号 孙丽萍 那么在腾讯的思想会的下级论坛有一个讲话 最近又频繁的被人家转载出来 孙丽萍提了一个当前最急迫的三个问题 这什么三个问题呢 国家的方向感 精英的安全感 百姓的希望感 他认为2016年以后 那应该是十九大之后 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 让人最感到困惑的一个时期 也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最让人困惑的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困惑跟原来的困惑不一样 过去的三十多年 中国有困惑 但是那时困惑好比是 我们在一条很明确的路上走 过程中遇到了困难 遇到了障碍 但尽管如此 大家心里明白 只要克服了这些困难和障碍 接着再往前走就是了 因为路是明确的 方向是明确的 按孙丽萍的说法 2016年之后 好像不一样了 就在这个戈壁上走 在沙漠上开车 前面有没有路 也很明确 走着走着路没了 前面是个沙丘 出现了不同的车轴 朝不同的方向开过去 有深有浅 到底走哪条路是准确的 正确的方向呢 心里没底 或者那根本 那条路根本走不同 或者那条路根本就不是路 所以这是一个想法 所以他认为 现在是空前的困惑阶段 最关键是怎么从困惑走出来 怎么从困境中走出来 关键的词就两个字 叫改革 按照孙丽萍的说法 现在很多改革 很多口号 很多钢领 很多方向 很多勾勒 感觉好像很梦幻一样 中国梦 前几年谈了中国梦 现在不提了 现在梦幻一样的感觉 感觉不是方向 这说明了改革前面 还有别的东西 这些东西还没解决 改革就无从谈起 80年代初 要改革开放了 但是那个时候 为什么可以启动 因为有个思想解放运动 没有这个思想解放运动 就没有后来30年的改革 那么现在面对的问题 最现实 最眼前 最急迫的问题 不解决 改革无从谈起 那么 什么叫最现实 最急迫 最眼前的问题呢 就三点 第一 国家的方向感 精英和上层的安全 人感 老百姓的希望感 如果这三个问题 没有一个最基本的答案 最基本的框架 别的改革 无从谈起 那最关键是国家的方向感 六二零一六年说的话 就大家的焦虑是经济上的不景气 明显感到在最偏隐的地区 这萧条感是明显存在的 但实际上不仅仅是经济萧条 而在经济萧条的背后 是社会的停转 体制的停转 甚至政府也在停转 当然停转比较夸张 准备的转速慢 有的地方是明转按停 虚转时停 比如说前两年在超党章 红红火火的东西 结婚的晚上不睡觉 两个人不亲亲我我 超党章 形式主义很多 学习强国要上去 要加婚不加婚 还要怎么样处分 类似这样的形式主义的很多 涉及到社会经济发展 实在的东西转得很慢 有人说这是反腐败 造成的代工现象 但有这个现象 有这个因素 但不完全是这个因素 因为现在很多人多错 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不知道怎么干 因为一干就出错 这就是整个行政官僚体制 出现代工现象的一个原因 也就是说 国家的方向感有问题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 也有过很多不顺利的地方 但是有过顺利的地方 但无论顺利不顺利 哪怕这个国家遭到最大的挫折 比如说八九六四风波 西方社会的回响 但是国家的方向感 还在 国家朝什么方向走 从来没有犹豫过 模糊过 怀疑过 朝什么方向 很简单 现代化的方向 经济上走市场化的方向 政治社会走民主法治的方向 很清楚 但是好像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二零一六年之后 模糊了 模糊了方向感 这样的话 国家的方向感一旦模糊 至少对经济 对投资者 对各种各样的信心的打击是明显的 十八大以后 出过两个文件 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 另外四中全会的法治依法治国的文件 但是问题是 有没有落实 这是当时提的问题 依法治国 全面深化改革 这就是国家在那个年代的方向 但今天为止 我们要做一些总结 归纳和回顾 第二个方向感 安全感 是跟国家方向感相联系的 精英跟上层的安全感 人格意义上 在法律上来讲 人人平等 但是不同的人能力不一样 一个好的社会 总是要让能干的人脱颖而出 同时要规范他们 让他们行为有利 社会改革三十年之前 跟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 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 能干的人要找到机会 发挥了作用 好了 现在发现 由于你国家的方向感是模糊的 有精英流逝了 人才流逝 资源流逝 经费流逝 有知识的人 很温和的人 对体制是认同的人 也开始走了 没有走的人心防防 人心不定 这就是精英的安全感的问题 企业家也是这样 他不是一个人 在一场几百号人 上千号人吃饭 为企业要负责 要找机会 但是现在很多人 找了短期机会 不找长远规划 不考虑了 为什么 没有安全感 甚至担心自己的财产的安全 现在担心 有一些东西就出现了 经济要走出困境 要让大家跟着你走 利有为那文章 你要承认他们的私有财产 你要保护 他们没有这样的保护 没有安全 最起码保证的法治 法治 临时性的政策倾斜 甚至重视民营企业的举措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我相信大家再看一看 利有为那个思考 好了 这是第二个 精英感阶层的安全感 第三次 老百姓的希望感 千万不能破灭 也就十八大以前 老百姓还是充满希望的 那个时候多少年不作为 问题积累很多 有的击重难返 但是大家对新的领导班子 有期待 希望他有魄力 有能力解决问题 所以十八大到现在 打老虎反腐败 大家看到了希望 但为什么打得那么厉害 反腐败缓得那么彻底 枪杆子刀把子什么指的 都学历快来 但是老百姓还心有忐忑 甚至对反腐败 也有很多 跟官方的路径 不一样的说法 那又跟经济周期有关系 就是 20152016年 量价的问题 老百姓减少收入 现金收入一千多亿 农民工 这收入也不可能有很大增加 好了 这个回到了今天 没有人想到新冠肺炎的疫情 会对中国经济打击的那么厉害 城市 农村 几亿的农民工 还有城市的转岗工人 新一代的就业力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按孙力评论说法 要给人们的未来明确稳定的一切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改革还在持续 应该说改革开放 深化改革障碍也不断的被排除 中国的改革还在走 但是走得不是太快 过去的路 两个三十年路走完了 1949到1979 1979到19 200几年 2009 原来的潜力 基本上释放完了 那好了 新的三十年 应该建立在两个三十年 过去两个三年 认真反思 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一个更有超越性的观念 当然这个超越性观念不能出错 是习近平思想 应该体现对过去两个三十年的 继承超越 体现十四亿人最大的工业数 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的方向 这就公平正义的话题又来了 那好了 各位亲爱的老杨到处说的朋友们 从16年到今天又过去了四年 国家的方向感 精英的安全感 老百姓的希望感 是不是都已经解决了 是不是都有答案了 好了 关于国家的安全感 五中全会十四五规划 能不能给出最满意最明确的答案呢 中美关系出现这样一个变局 尽管特朗普可能要下去了 拜登要上来了 但世界格局中美关系 地区的热点的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的增加这一点呢 北京的领导人都多次谈到 到底呢 这种不确定性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现在没有答案 增加应该是最大的答案 第二 精英的安全感 恐怕也是直减不增 我们看到了任志强的命运 我们看到了孙大武的命运 我们看到了蔡霞的出走 我们看到方方到现在还被打击 等等的事情 他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阶层 是有代表性的 多数人保持坚默 政治化的环境呢 是在恶化 不是在改善 管控是在进一步增加 而不是减少 他有安全感吗 没有 好了 百姓的希望感 好了 现在呢 832个国家级的贫困线摘骂了 但是疫情导致的经济下滑 就业率降低 我们现在看到经济的凋敝 是不是已经有找到的解决的物件呢 恐怕还没有 那么好了 孙丽萍在四年前提出的 明确稳定的未来 给了吗 恐怕 也仍然是一个省略号 因为 并没有给出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面对 方向感 安全感 希望感的问题 这个问题还值得继续的思考 继续的寻找 给我们给出的答案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但是 搭eta 到处いう 表演的人 хотู的 我 我 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